为了纪念魔术方块在日本销售40周年 日本知名玩具公司推出一款号称 世界上最小的而且可以玩的魔术方块 它的边长不到一公分 小到可以放在指尖上 魔术方块这种抑制玩具 最早是由匈牙利建筑学教授 奥尔诺在1970年代发明的 一家美国公司让它在80年代 成为炙手可热的产品 日本在1980年7月开始销售魔术方块 短短8个月就在日本卖出了超过400万个魔术方块 今年由匈牙利驻日本大使馆主办的 日本魔术方块发售40周年企划展 展出与魔术方块相关的艺术品 其中就包括一家日本玩具公司与金属加工商 合作开发出的这款铝制的迷你魔术方块 边长只有9.9公里重约2公克 这款迷你魔术方块要价不菲 体积比一颗方糖还小 售价高达19.8万日元相当于1900美元 不过相信对魔术方块迷来说 还是具有相当吸引力